Hello 大家好 我是程序员于皮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 前端开发最重要的是什么 请给出你的答案 A 写界面 B 写界面 C 写界面 我才不会给你们选择的机会呢 要不然和我想讲的内容不一样 我不就尴尬了吗 的确啊 无论说现在前端 它有多么多么牛逼的技术 像什么前端工程化 前端性能优化 什么微前端 什么跨端开发 什么web assembly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前端程序员 一定还是要会写界面 而且大部分程序员工作中 就是干这个事情 但是写界面它也是有技巧的 就虽然大家工作 有时候可能都是拧螺丝 但有的人就是拧的快 有的人就是拧的好 有的人就是拧的漂亮 那我们怎么才能把写界面 这个工作做得又快又好 又美丽大方 那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可以把一个完整的界面 拆分成多个不同的小块 那每一小块呢 我们直接使用别人写好的代码 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说这个轮波图啊 这个弹窗啊 都是我们写界面时 经常用到的比较通用的东西 就我们把这些东西叫做组件 把这一堆组件的集合呢 叫做组件库 但是呢 使用组件库本身是一个 非常非常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所以我这么猜才能给大家分享啊 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啊 可能此前完全没有使用过组件库 或者说使用组件库老是出错 找不到比较合适和高效的使用方法 OK 接下来就花几分钟的时间 我用一句口诀带大家入门 并且学会如何高效正确的使用组件库 来我们开始吧 就记住一句口诀 一搜二开三隐四选 五看六瞻七改 这句话呢 也不是我说的 是一位叫老鱼皮的帅小伙总结的 那我听了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哈 下面就给大家实际演示一波 首先是第一步 搜索 就你想要用什么组件库 你就要去网上搜对吧 其实你可以直接用一些搜索引擎去搜 什么前端开发组件库 原生组件库 那你用will或者react什么框架的话 就直接搜will组件库啊 react组件库啊等等等等 或者你也可以到我开发的这个编程导航上 去搜索一下 像上面有很多组件库 你用will的话可以直接再选上will标签 可以帮助你去过滤 那我这里就给大家演示一个原生组件库吧 原生组件库相对纯净和通用一点 也比较适合新手入门 你学来htmlcss 基本就可以用它来写一个精美的界面了 那我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类ui吧 是当时我第一个使用的组件库 就这个啊 虽然官网描述它是一个模块化前端框架 但其实呢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组件库吧 不用那么高大上了 好了通过第一步搜索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组件库 那我也帮大家整理了 我觉得非常优秀的组件库啊 那第二步二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搜到一个组件库之后啊 你要打开它的官网 然后先看一下官网自己是怎么吹牛逼的 然后呢 我们要找一个叫快速开始 或者说叫新手入门的东西 对 不管你用什么组件库 先看文档 而文档里面最先看的 不是介绍 就是这个快速开始 那这个类ui里 我们进入文档 大家看这边就有一个开始使用 然后点进来 然后他就介绍了 这个类ui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框架啊 信手拈来 这词用的 然后这个兼容人类正在使用的全部浏览器 人类太强了 好 所以第二步就是打开组件库官方文档 优先看快速开始 或者叫开始使用 第三步就是把这个组件库下载到本地 或者用npm-n这种包管理器 把这个组件库引入到你的项目中 那我这里打开一个 前端非常常用的开发工具 VSCode 然后先随便写几行代码 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按照快速开始的文档 下载这个组件库的代码包 立即下载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代码包解压之后 放到你的项目录中 当然也可以使用更简单的方式 就是直接使用CDN 就是可以直接使用远程的组件库文件 直接复制代码 粘贴到head里就好了 然后这里我建议加上http 否则你在本地的话 可能是直接在你自己颠导上 去找这个文件路径了 然后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我们在浏览器里看一下效果 来大家看一下 按F12打开控制台 sources里面 然后大家能看到 这个资源文件其实已经引入了 OK 这就是第三步 引入组件库 当然我正推荐是先用CDN 非常的方便 直接复制代码就好了 然后第四步 就是选择组件 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类UI 它有哪些组件 其实一个组件库里面 它会有很多的组件 比如说什么布局颜色 图标动画按钮 表单导航菜单 什么选项卡 精度条 这些基本都是每一个完整的组件库 它都应该有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做网站呢 就像拼图 把一个大的页面拆分成一块又一块 一个又一个的组件 比如说我这个网页啊 用了导航栏组件 然后用了卡片组件 用了这个菜单组件 还用了什么评论组件啊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使用组件库最高效的方式 就是直接去找你的网页中 需要用到哪个组件 就很多同学学编程 可能还是比较追求谨慎和全面吧 但是组件库 不需要把每一个组件 全部都给它看得很透彻 因为这个东西 你使用一个组件库 根本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的 就像是你买什么家用电器 给你一个说明书 你会用就行 你不用管那么多别的 除非说等你前端深入学习了 你想自己写一套组件 这个时候你可以再看得全一些 然后第五步呢 就是要看 看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们上一部 选中制的轮波组件啊 我们接下来要看它的文档 那很多同学看这个组件库 文档的时候会有一个误区啊 虽然我刚刚说 大家要选择自己需要的组件看 但是呢 同一个组件内 我建议大家把文档 完完整整的看一遍 对 包括说这个组件 它的运行效果 然后包括它的代码 然后包括它的注意事项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 就是我之前也在学弟妹 一块开发过项目嘛 我发现很多同学 他不把这个文档看全了 可能底下有这种一行代码 就能解决的写法 然后他没看全 他就非要用上面这种 十行代码的方式来完成 然后所以说建议大家看全了 还有这个什么参数选项 就是你可以给这个 就是你可以改变这个组件 它的一些样式和行为 比如说什么设置宽高啊什么 你要是文档没看起来 你不知道有这个属性 可以直接设置 什么轮播图的宽度 你可能还自己傻傻的 在那写样式写style啊 有时候还要写复杂的js 这个是大可不必好吧 对 同一个组件内 要把这个文档看全了 千万不要那么饥渴啊 看到能用呢 就立刻去用了 然后看完文档之后呢 第六部就到了 我们愉快的复制粘贴环节 对 我就直接把柄给我们写好 这个样力代码哈 直接给它粘过来啊 刚刚css还有JavaScript的脚本 我们都引入了 所以这里直接粘过来 这个html的代码 粘过来 粘过来 然后呢 把JavaScript的代码也要粘上 然后你就先不要管这个 它是干嘛的了 其实你 你看一下也能看清 其实组件库 它就是少写代码 简化你的代码 提到你开发效率的嘛 所以 所以大家看它这代码 也非常清晰啊 一下子就能看懂的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刷新 然后大家就看到效果了啊 这个 我们就 轻轻松松 完全没有自己写一行代码 就直接给网站 加了一个轮播图 大家觉得爽不爽 可以在弹幕里打一下 哎呀 其实就没什么 等大家以后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组件库啊 学前呢 学得越深入了 就会发现啊 这个 很简单的东西 自己能写一套组件库 才是厉害了 所以第六步就是粘贴 组件 代码 到 网页文件 或者说到项目中 好了 最后一步 期改 聪明的小伙伴 应该也能猜到 我想 改什么了 对吧 其实最后呢 就是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 我们粘贴过来的代码 让它符合我们的实际需求 比如说这里 可能这五条有点太多了 那我们就要去掉两条 然后把这个内容 也可以按照自己需要改一下 比如说什么 编程导航 什么狗鱼皮 然后最后呢 你还可以按照这个文档 改变一下这个 组件它的样式或者行为 比如说这个基础参数吧 这里有一个arrow arrow属性 它是可以切换箭头的默认显示状态 现在这个箭头是始终显示吗 对吧 始终显示 我们可以把这个arrow 改成这个hower 悬停显示 改一下 保存 刷新 大家看 是不是 这个就生效了 真的非常简单 所以使用组件库的最后一步呢 就是建议参照文档 按照实际需要 修改代码 比如内容 样式 和 行为 怎么样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学会的小伙伴们 couger18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顾内容了 如果大家学废了 希望可以给鱼皮一键三连支持 我是一名正在变突 也希望能带大家变强的程序up主 梦想是开一家替发店 欢迎大家三连入股